如果巴萨没有开出马拉多纳 那么现在的加泰罗尼亚 很有可能就是阿根廷的一部分 这是西班牙国王最为尴尬的时刻 身为阿根廷的马拉多纳 却当着自己的面带领一群加泰罗尼亚人 大战一群西班牙人 双方的球员都不断用飞踹胸口的方式 试图结束对方的生命 在这一刻 球场已经不再是球场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场 或许是场上的气氛固于火爆 许多球迷也被愤怒的气氛感染 纷纷冲上球场参与斗殴 差点让十余人当场毙命 而那个时期的加泰罗尼亚 正被从西班牙分裂的意愿占据着 所以马拉多纳主导了这场斗殴 也被众多独立分子 视为一己谋私的工具 而这也是梅西和老马的区别 在梅西的先约条款中 有这样一条规定 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 那么梅西将地级与巴萨结约 所以对于西班牙来讲 梅西不光是出色的球员 还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定海深圳